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那么又到了我们这一周的节目时间 那我们今天最开始的这一整个礼拜 我都要来跟各位分享 有关女性职场的问题 就是长期来 大家都在关心一个话题 就是女性在职场 是不是有所谓的天花板 使得她们无法拔尖 这一个问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是要分享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7月号 有一篇文章 是访问的第一位 这个美国500大企业当中 第一位的女性 而且是黑人女性的CEO 细节我待会再讲 那么我在一开始 要请各位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黑人 而且是一个女性 你生活在一个美国的社会 出生长大 从小成长的环境 是黑人的女性放弃你 黑人的男性 当然也是放弃你 那白人的女性 跟白人的男性 根本看不到你的存在 就是人家说最大的羞辱 就是被忽略 根本看不到你的存在 那在这样一个生长的环境底下 你要怎么撑过来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女性 那你在美国上高中 一个老师非常善意地提醒你说 你未来最好的出路 就是有三条路 第一个是你当老师 第二是你当护理师 第三是你当修女 那只有这三条路 是被认定是最好的 不能当比如说演艺人员 不能当大学教授 不能当总统 谁说不能当总统 当然根本没有当企业家 这一条选项 那么你会认命吗 就只有三个选项 你会认命吗 这一个哈佛商业评论 这一期访问的这一个女性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被歧视的环境下长大 而且被告知你 这一辈子最好的路 就是那三个 但是她竟然在她五十岁左右 五十多岁的时候 就当上了美国 五百大企业的CEO 是一家台湾人 非常熟悉的公司 叫全路 全路公司的CEO 所以我们今天 以及我们这一期的文章 就是从这位女CEO的故事 来看这个女性的职场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一个礼拜 虽然是谈女性职场 我也听到这里 很多男性可能就要下线 讲说你要谈的是女性的问题 就跟我没有关系 就要下线 拜托男性的听众 不要下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男性的主管 你一定有女性的同事 或者是你是别人的先生 你也可能有女儿 那你要怎么养育你 你要给她什么样正确的观念 或者你怎么样支持 你的太太另外一半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篇文章 就是访问了 美国的五百大第一位女CEO 他叫做乌苏拉科恩斯 乌苏拉Burns的专访 那这一篇专访是由哈佛商业平民 英文版的总编辑 总编辑长所执行 那么乌苏拉他是在2009年 当上了这个 这一家公司全路的执行长 那么一直到2016年卸任 那现在已经是2021年 为什么今天这个阿迪 总编辑长要访问他呢 因为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一个在美国相当轰动的 一个个人的回忆录 就是你的身份 不代表你是什么人 就what you are is not who you are 所以我在开始介绍 这一篇他的故事之前 我先来谈谈这个女性 到底在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事实上我们都觉得 我们生活在台湾 可能你家里头 女儿都比较被父母亲宝贝 可能被宝贝的程度 都超过男性 或者是在班上 如果你有小孩在读书 或者你自己从小的读书经验 可能女生考试都比男生考得好 不会考书男性 但是很奇怪 我们长大了之后 这个比如说 这个行各位里头 拔尖的人都还是男性居多 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这个现象 比如说全世界 如果说200个国家 我们数得出来的 女性的总统 或女性的总理 可能不超过10个 20个 而且其中还有很多 都是很小的国家 你可能都没有听过的小国 那所以我们台湾算是蛮进步的 我们还出了第一个女性的总统 比如说以大学来讲 我们台湾有150几所大学 女性的校长 女校长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数得出来可能也不超过10个 那么在企业界也是一样 企业界女性要拔尖 也是非常少的 我举一个例子 去年哈佛上来评论 就是我们用这个绩效的方式 来选拔台湾的百大CEO 100位最强的绩效最好的CEO 没有一个是女性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为什么女性没有挤进来 另外就是说 我们目前我们也去盘整 台湾所有的上市柜公司 大概1700800家 如果把女性的董事长 女性的总金 你都加进来的话 差不多150个 那么其中女董事长的比例 大概只有占5% 如果加上女总金 大概也只有8%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女性到董总上市柜公司 她的比例就是很低的 不过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在全世界 这个8%到底是高还是低 其实跟全世界比 我们也不算低 比如说我们跟亚洲的其他 我们经常来做比较韩国比 我们还是比韩国好很多 就是韩国跟日本的女力 可能还是比台湾 台湾我们觉得 8%已经偏低了 但他们可能 应该就是更低 比如韩国来讲 他们也曾经有人做过调查 从2015到2019 在韩国的证交所 以及韩国到美国 NASDAQ上市的 女CEO的比例 是有逐年在增加 但是到2019年为止 也才3.6% 所以比台湾刚刚讲的 女董事长5个% 加女总经理8个% 韩国还是比我们低 那么如果把台湾的比例 拿去跟美国比 也就是刚刚好 美国现在如果用500大企业 目前她的女性的CEO 是有逐年在增加 所以在2020年有38个 那个时候就创下 他们美国人的历史新高 那么到现在2021年 41位 也就是刚好跟台湾差不多 就是8个%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台湾是不是 8个%是比较低 但是跟美国比 也是差不多 所以你就知道说 放眼全世界 这个男女到了 一个顶尖的阶段 女性就是相对 就是会比男性少 这已经是一个 蛮普遍的现象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 她说 不会啊 我们在家里头 好像女权蛮高的 都要听妈妈的话 都要听老婆的话 然后养儿子养女 好像我也没有 对女儿比较差 给她比较差的资源 如果男生有补习 有上课 有学什么 女生也都是一样学 所以可能我们在求学阶段 在出生阶段 可能我们给的资源 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从很多的研究 就发现说 我们为什么会到了顶边 女生就会 巅峰 女生就会相对比较少 那就是因为我们从小 有一个既定的价值观 就是觉得男生应该做什么 女生应该做什么 这从小的刻板印象 是家庭教育给的 是社会教育给的 整个社会的文化给的 所以就限缩了男生也好 限缩了女生也好 就是你应该要做什么 你不应该要做什么 这个局限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存在的一个 女性天花板会比较低 可能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以乌苏拉的例子 哈佛商业评论这个专访 他指出来说 他从小他就觉得 大家都放弃他 你作为一个黑人女性 女性在美国 大家都放弃他 还有就是说 他的老师告诉他 你就只有这三个行业 所以你是不是长大以后 就只能够做这三个行业 你就会限制你自己 那他怎么走出来的 这个是这篇文章 所分享的 我们可能要到明天 才有机会 跟他讲的比较清楚 不过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同事说 子经长 你也可以讲一讲 你个人的经验 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头 你个人有没有碰到这种 比如说男性女性的刻板印象 那其实的确也有 像我是在乡下长大的 那在我这个五年级生 六零年代生活在这个 台湾的乡下 如果是女生 不会读书的 大概小学第二就去当女工了 所以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有小学同学 已经当妈妈了 我到我念大学的时候 有更多小学同学 就当妈妈了 那如果你是会读书的女生 当然你可能就可以有机会 因为你会读书嘛 所以就有机会可以升学 那我就是属于蛮会读书的 所以就有机会可以升学 但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升学 乡下的父母亲都会觉得 一个女生 最好的职业是做什么 女生去念师专 或者女生去念师大 那个年代就是 它是公费 毕业之后呢 你就去当老师 哇 这是人间最好的职业 对女生来讲 你可以职业是受尊重的 你有固定的收入 你每天四点多就可以下班 你还有寒暑假 所以你将来结婚呢 就很好结婚 你以后养小孩呢 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兼顾小孩 照顾家庭 所以那个年代呢 我们乡下会读书的女生 很多就是去当了老师 现在都退休了 因为50岁上下就可以退休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小时候就是对当老师这个职业 不感兴趣 所以我就还是念了一般的大学 但是呢 我到了念大学的时候呢 高中要选组的时候 我还是有被刻板影响影响到 到高中要选说 你大学要念 因为不是 我那个年代是甲乙丙丁氏族 甲族是理工 乙科 乙族是文法商 那丙就是医学 丙是文科 丁是商学 父母亲跟老师就说 那女生就念文族 所以我就选了文族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 真的是傻傻 就是这样选了文族 也不知道人生的兴趣是什么 也不晓得怎样 到底将来的哪一条路是 比较可以发展的 发达的 我都不知道 我们就选了文族 那我后来大学是考了 台大第一志愿进的外文系 但是我到了30岁以后 就常常在想说 为什么当年就那么傻 就去念文族 为什么没有去念医学 如果念医学 搞不好是考得上 或者为什么没有去念理工 念电机 后来就变科技 这个新贵了 或者去念受医也好 发有物理化学都可以 所以我还是 在我的成长背景里头 我还是受了一个 女性刻板印象 就是女生就是念文的 你就不要去当念科学 所以这几年来 这个Loreal 来全世界最大的 保养化妆品集团 Liar 他们就在全世界推动 女科学家的这个奖项 就是说真的女性 要去搞科学 在台湾 不只是台湾 应该在全世界的 人类的社会 就是认为说 居里夫人是特例 她不是一个常态 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 女性就是不能搞科学 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 我从小就被认为说 你是女生 你就要念文族 所以这也是一个 刻板印象 限制着我们的发展 所以我一直都一直在想说 如果当年我去念医生 念医学的话 搞不好我现在是一个 很优秀的医生 所以这还是 有一个刻板印象的影响 所以我们觉得 要打破这个 女性的天花板 我觉得第一步 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社会 我们整个环境 必须要打破 男生 其实男生也是 给他们一个框架 刻板印象 你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女生也是 就是给他刻板框架 你可能以后 就要好好照顾小孩 你以后就是 家庭为重 小孩为重 可能就灌输女生 很多这样的价值观 实在他们在面对职场 或者是家庭的选择的时候 他们一定都是 以家庭路线 所以到最后 可能他们要在职场上 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 要拔尖的机会 是不是相对 就不是比较少 所以今天 我就是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先打破 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 可能是解决 这个女性职场 天花板的第一步 那我今天的分享 主要就到这里 那明天 我会再进一步 说明这个乌苏拉的故事 她的故事 也非常有启发 那谢谢各位 聆听今天的节目 那么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不要浪费你 血液里的哈佛基因 现在就订阅这个节目 并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 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ww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